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HK2.com 我是阿榮 今集就是AI入門中階篇的第三課 如無意外也是整個AI入門系列的最後一課 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在AI中一些常用的效果 也會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哪些效果是在AI用好些 有哪些效果我們應該留在Photoshop用的 在開始的教學之前就有兩樣想請大家幫忙 第一樣就是HK2.com在2013年的11月 就每兩周年了 首先就很感謝大家一直支持 但是我想拍一條宣傳短片 想請大家把他們看完教學之後 所做出來的作品我想收集一下 另外也可以收集一下大家對HK2.com有什麼看法 請大家可以把這些作品或者對HK跳拖的看法 E-mail給我 info at 4 division info at 4 division sion.com E-mail給我 E-mail的標題最好就是著名HK跳拖兩周年 希望大家可以擁有支持 那第二樣就是 小弟準備會開班授圖 但是開什麼班我就還未決定 那我就在Facebook或者你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就在HK2Talk 開了個投票出來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有幾樣東西我打算教 就是AI入門或者是Photoshop入門 然後就是一些實戰課程 例如AI的實戰、PS實戰、InDesign實戰 或者是一些混合式實戰課程 所謂的實戰課程就是 為什麼呢?就是我作為一個設計師的角度 去跟大家講一下整個流程 整個流程進行一次 例如我們去做一隻Print Net 假設是Print Net 我們整個過程是怎樣呢? 我們怎樣收集材料呢? 怎樣量度 怎樣去畫Layout 怎樣展示Layout 最後是Output的時候要注意什麼情況呢? 會有不同的Case Study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一些發表意見 告訴我你們想怎樣 不妨礙大家那麼多時間了 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教學了 在開始講一些特效之前 首先有一個Panel 大家一定要開出來才可以試的 就是Appearance Panel Appearance Panel 之前也大約介紹過 為什麼我們要去Appearance Panel 因為每次我們 我們加了一些特效 物件上的時候 我們需要改一個設定的話 也要去Appearance Panel 可以從這裡改成的 例如我現在這隻字 其實我加了一個 Six Z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改成我們的效果 OK 所以一定要開出Appearance Panel 我們就開始了 在AI裡面我自己最常用的效果 其實就不外乎四五個 首先要說第一個 就是Burr 我們可以在Effect Drop down 看到Burr Glassian Burr OK 我們選擇我們要的物件 例如這個 Burr Glassian Burr 我們Purview一下 這裡有一個Radius 數字越小 模糊的地方就越少了 我增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再按多次Glassian Burr 我們把Radius較大的時候 看到它越蒙就越多了 OK 另外呢 講到Effect 也有一件事必須要提及的 就是 在AI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叫做 Resture Effect 就是當我們開個Document的時候 有一個設定的 例如我們Cmd N 或者Ctrl N 你的PC的話 這裡有一個叫做Resture Effect 正常它就會寫著300個PPI 但其實呢 這個數字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現在這些Effect 是以多少個PPI來做呢 這樣的意思 例如我們其實是做Web 我只需要72dpi 我們就可以OK 你看到呢 是會看到一些Pixel在那裡 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 那就是因為 那個Effect的Resolution不同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到Effect下面 DocumentRest Effect 這裡教的 那也是 其實我建議大家 開個作品出來的時候 就是已經set好了 那就最好了 你是For Print的 那就300 可以OK 那你可以開個AA OK 那我看到帥哥很多了 OK 那第一個就是Glassian Bird 那講完Glassian Bird 高絲模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丟掉它 我們再講第二個了 Bird的Family裡面呢 就還有第二個 是常用的 就是Radial Bird Radial Bird 就有兩款 一款就是Spin 圓圈 圈圈圈性的 第二款就是Zoom 就是發射性的 先講圓圈性的 我們可以在Among這裡 就教到圓圈 旁邊看到這個Preview仔 越多 那條線就會越長 我們可以有一個 多一點的試試 60 OK 那你又見到呢 就是一個 圓圈性的 漸變 鍵下去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降低 OK 就會做到一個 這樣的效果 這個都偶爾會 用來做一些 特別的Effect 例如一些 有些 不同形狀的影 都會用來做的 除了Radial Bird Radial Bird 除了剛才說的 Spin之外 就做了Zoom 所謂Zoom就是發射性 我們可以OK 看一下 做了這種 Zoom過去的效果 除了可以這樣做之外 Spin和Zoom 旁邊這個 Bird Center 我們可以把 抓住這些點 例如我是要 由這一邊 發射過來的 我們可以把這一點 抓過來 OK 可以看到整個 Object就是這一邊 Bird 這一邊就會沒有 Bird 剛才的Spin 情況也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 扔掉它 OK 講完這兩個 Bird 之後 就要講下一個 常用的 下一個常用的 就是Styleize 裡面 這一堆都是常用的 例如是Drop Shadow 我們可以開個Preview Preview 第一個 Opacity就是透明度 接著就是XY的Offset X就是打橫 Y就是垂直 接著就是Blur的Size 第一個 打橫 就是現在的影子 打橫向右側 7公分 對不起 7個Pixel 例如我們可以打0 就是垂直 或者它是負數 我要向左邊5mm 寫著負5mm 負就是左 正數就是右 OK 我們可以變回0 Y的Offset一樣 正數是向下 負數是向上 例如我想的影子是向上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成-10個Pixel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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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I一早就因為我們是基本上是用作Drop Shadow 所以就是Multiply 除了Multiply 我們下面還有選擇Color 我們可以按下去 它就會打開一個Color Picker 我們就可以選擇到顏色 例如一個綠色的影子 除了顏色之外還有Darkness Darkness就是不管是什麼顏色 總之就是黑了後面 黑多少%呢 你可以選擇 例如黑50% 也就是我們上面這個Object 黑多少% 是有意思的 100%就是全黑 你也可以是10% 就是原本的顏色 OK OK了 講完Drop Shadow之後 我們又丟掉了 我們就講下一個Effect Effect Stylize 就是Furder Furder就好像Blur的 但是就是向入的 我再測試一下 我再測試一下 那我剛才Burr呢 我丟掉了一個Object 做一個Burr的給大家看一下 Effect Burr Glassian Burr 做一個五個Pixel 上面這個就是Burr 下面這個就是Furder Burr是向外Furder Burr就是向外鬆出來的 而Furder就是向裡面鬆出來的 你看到每一次按 它都會向裡面再鬆一點 是向裡面鬆的 OK 我們就可以拔走這個Effect了 這個Burr也不要 我們就再講下一個Effect Effect Stylize Inner Growth Inner Growth 好 顧名思義就是在邊框框框框 放一隻顏色 正常來說 它就會Default 它就會變成Screen和白色 我們就可以選擇其他顏色 例如我們選一隻黃色 Screen 一隻黃色去藍色 就怎麼看不到 我們就變回做Normal 我們就可以捆一條鬆的邊 這裡一樣有Opacity 透明度 第二個就是Burr的Pixel 你可以調多一點 也可以調少一點 還有第二個 現在就是Inner Growth 其實Inner Growth 除了這裡有一個Edge 除了在那邊開始 除了在那邊開始之外 我們都可以選擇在中心點開始 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正中心 反轉 就等於剛才的顏色反轉 這樣的選項 然後再去下一個 都還是Styleize 就是OuterGlow 講完InterGlow之後 OuterGlow和DropShadow很相似 不過就沒有了XY的Offset 大家就可以把它當作 一個沒有XY的Offset 即是你不能調整距離的DropShadow 就可以了 基本的操作也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選擇顏色 選擇Blur的範圍 然後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 就是Round Corner 我們就要用第二個來示範 Round Corner我自己也是常用的 因為AI 在之前還沒有圓角的 功能 CC就會加回圓角的功能 但是始終都是一般的 所以以前一般來說 我們就會用Effect下面 Styleize Round Corner 我們開個Preview 你看到有個Radius 我們就可以調整個Radius 就可以放大縮小 這個圓角 我們按OK 在這個情況下 無論我的形狀怎麼變 你看到我的Effect 都不會 這個圓角都不會走樣的 最多只不過是會 Proportional縮小的 關於Effect 現在大約講一講 待會也會再詳細講 我們就可以按Cmd K 或者PC 就是Ctrl K 在Gen Preferences 裡面 General 這裡有一個叫Scale Stroke and Effect 這個是AI常用的功能 我們經常都要關掉它 現在剪掉的話 就當我們 例如我們現在有一個字 我們給了一個Glassian Burger 10個Pixel OK 如果我們把它縮小的話 你會見到 這個Blur 是按比例縮小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Undue 如果我們不選擇 這個Scale Stroke and Effect的話 如果我們縮小的時候 這個字 就會比剛才鬆很多 它依然會保持 鬆10個Pixel OK 所以當我們教圓角的時候 就常用這個效果 我們設定好圓角之後 我們要把框 再拉大縮小 就要記得去Cmd K 或者PC Ctrl K 開 或者刪開 這個Scale Stroke and Effect 好 講完這個之後 不用刪除 我們再去下一個 Effect 這個呢 上一課也講過 就是Effect Stylize 裡面的Scrubble Scrubble 就是做一個圖抹的效果 這裏第一個 我們可以調整角度 調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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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會走出來 18個Pixel 但是呢 就會要28個Pixel 的變化 就是最低那條線 和最高那條線 應該是欠了28個Pixel 加上11個 應該是40幾Pixel OK 除了第一個 Path Overlap 之後呢 還有Stroke的Width 它的厚度 它的粗度 例如現在是三Point 所以是三Pixel 我們就可以加回 一個Pixel 那Curve 我們Curve越大的時候 那條線就會越圓了 如果我們加得 那條線越小的時候 它就會越尖 這個角 我們將它變成0的時候 就會是完全的直線 這樣下去了 OK 但當然我們也可以加回 一個Fortation 令到它有些是圓的 有些是尖的 這樣 接著就有Spacing Spacing 就是每一條線之間的距離 每條線之間的距離 那麼我們每條線之間的距離 越鬆 那麼它就 中間的空間越多 這個Pixel 越少 那麼它就越密 OK 這個也是常用的效果 來的 那麼我跟著 就要說 Destroy and Transform 這一堆的效果 那麼第一個就是 Free Destroy 你看到 打開了之後 出現了Free Destroy 這個Panel 那麼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 拉這些點 去到 改變我們 這個 物件的 形狀 那麼我們可以拉一些很古怪的透視出來的 那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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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呢 多數是用來做一些 假透視的 那麼因為呢 如果我們用 之前介紹過這個 Free Transform 這個工具呢 我們拉的時候呢 當我們拉到第二點呢 你就會發覺我們是很難控制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是用Free Destroy 那你就會很容易 可以很容易控制了 OK 我們也可以叫它出來 再Edit 這樣就容易控制很多了 那麼說完Free Destroy 之後呢 就再說下去 不好意思 就是 Punk and Bow 那Punk and Bow 那Punk and Bow呢 開個PB 那大家就不明白了 首先這個效果呢 就有兩個 就是Punk 就是Poker Poker呢 還有Bolt 我也不知道我讀得對不對 如果有不對的請指證我 那Poker呢 就是一個 這樣 弧形套進去的效果 那Bolt呢 就是一個 圓形凸出來的效果 OK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 這樣做一些 小小的變形 跟著 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 就是Roughness Roughness Roughness呢 我自己都常用的 例如是我在 我沒有記錯過 我沒有記錯過 應該是AI的紫皮教學 裡面就用過 這個Roughness 這個Effect 那有幾樣設定的 第一樣就是 Relative 的還是Absolute 呢 那 如果是Absolute 那它就是一個 應該怎麼說呢 它是一個Size來的 Absolute的話 它要多少 但是Relative 就是一個Percentage 例如我一件作品 有大有細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用Percentage 那如果一件作品 它的Size是平均的 就像現在這件 它Size是平均的 那就可以用Absolute 控制得好些 OK 那第二樣就是 DETAIL的程度 如果我們調節越多的話 那它就會越密 上面Size這個 我們越細的話 那就越短 我SUM一下 給大家看清楚 先 然後 開回 這個 Waffin 然後 下面 這些Porn 現在就是Corner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成Smooth 開回Beview 你就會看到 它中間 這些位置就會圓 一些 一些 Corner 和Smooth OK 我們可以把這些細節 再減低一點 給大家看清楚 Smooth 的話 就會變成圓邊 Cornor 的話 就是硬邊 這個我自己都常用 拿來做一些 小小的變形 接著 就再去下一個 Destroy and Transform 就是Transform Transform 這個Panel 主要就是用來 配合其他Channel 用的 Sorry 配合其他Effect 我們開個Preview 它有幾樣setting 首先就是Scale 大小 第二個就是Move 移動 第三個就是Rotation 旋轉的角度 接著有其他Option 就逐個說 首先Scale 打橫它Scale 現在大家看到 打直 Scale 接著Move 顧門司2 移動 你看到 它會移動 Vertical 移動 接著Angle 它移動 接著最特別的就是 這裏 有這八格東西在這裏 它會以不同的中心來旋轉 OK 例如我們現在把Rotation變回0 移動多一點 接著我們就有Copies Copies 我們可以怎樣做 例如我們現在要五個Copies 它就會 重複這個效果 做五次 現在就看得不太清楚 我加多個Effect 讓大家看清楚 我先加一個Drop Shadow 不要 加一條邊就已經OK 我加一條邊 加一條黃色的邊 加一條 加一條黃色的邊 加粗一點 接著我開一個Transform 出來 Effect Destroy and Transform Transform Preview 我們要移動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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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 5個Pixel 和5個Pixel 接著我們就要調整5個Copy 你就會見到 它就會自動和我生了5個 每一個都是大了100% 移動5個Pixel 或者是轉移了多少 它就會自動和我生成 我們都可以這樣做一些 這樣的卡牌 自動轉出來的卡牌 也可以一個Object 完成 Transform 除了可以用這個Copy之外 它最常用的就是 結合不同的Object 來做一些複雜一點的 Appearance Panel 的特效 接著我們就再去下一個 Destroy and Transform Tweets 開一個Preview Tweets 基本上是一些 古靈精怪的邊緣 來的 那你每一次 Click in and out 你會發覺 它都是不同了 那它是每一次都 Random一些 一些形狀出來的 那 偶爾會用 如果你想要一個形狀 你不知道畫什麼形狀 那你需要 有些特別的形狀 那你就會用Tweets 接著就是 Tweets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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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Tweets Tweets 就是扭轉 你看到 我們將%加大之後 形狀就會越來越 旋轉 旋渦的形式 例如我們現在是180度 你看到 形狀就扭轉了180度 這個偶爾都會用 接著就是Sick Z Sick Z 亦都等於我今天 這個TITLE字上面 用的這個效果 Sick Z 先開出來 Destroy and Transform Sick Z 開回Pview 我們就有Size 調整 Segment 但是呢 就要 留意 Sick Z是計算的 例如呢 現在是4點 我們先拔走 Round Corner 我們先拔走 我們如果去 Apply 一個Sick Z 即是 Size 10匹 那它就會每10匹 就會 和我留一次 那 就有 Regal Per Segment 所謂一個Segment 就是一點 一個點之間 例如這裡是一點 這裡是一點 那麼這一點之間 就有8個 如果我們較大這個Size 那這裡就有24個 這裡也有24個 那這就是Sick Z 那這就是Sick Z 所要留意的 如果你所用的形狀 是點分佈得很不平均的話 那Sick Z 就未必會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下面呢 也都有Smooth 和 Corner 的效果 那這個效果呢 我們都在AI 紙皮那裡也都用過的 好 那我們就 再拔回Sick Z 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套的效果 好了 那講完剛才的效果之後呢 那再講另外一點 那 接下來要講的呢 就是Warp的效果 那Warp的效果呢 其實呢 就除了可以在Effect 這個Panel裡選擇 之外呢 亦都可以在Object 這裡 Envelope Distort 這裡呢 可以選擇的 是一樣的 兩個Option 不過呢 我自己呢 就建議呢 就是去Envelope Distort這裡選擇的 那為什麼呢 我現在首先 挑選一個 那第一個 我們就是在Effect這裡 畫 我要一個Arts Preview OK 另一邊呢 我們就去Object下面 Envelope Distort Make With Warp 記得要Arts OK 你看到呢 兩個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的 就是呢 Arts呢 它會多了這兩條線出來的 那如果我確定我是要 改變的形狀的話呢 我就會用 Object的方法 因為呢 我們可以用白箭咀呢 你要再把它進行 進一步的Warp 我們可以Warp到一些很特別的形狀出來的 但是呢 如果我只是要一些很基本的形狀 那我就會去Effect這裡 這裡 教個Warp 那Warp呢 除了Arts之外呢 就還有Arts Lower 我們開個Review 供底呢 那你見到那個Icon 那你就猜到它是做什麼效果的了 OK 那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那跟著呢 這裡就有幾個Option 每個都一樣的了 Band 那Band 那Band就是它 它的效果的程度 越大Number 越高 也都有負數 調轉的效果 那跟著呢 就有兩個Horrisontal 和Vertical Horrisontal就是打橫 Vertical就是垂直 我們可以教到 例如是這樣 Horrisontal 19%的位置 就是打橫 這裡是多一點的 這邊多一點 也都可以調轉這一邊多一點 是個位置來的 那也都可以Vertical 例如我們可以做到一個斜的形狀 OK OK了 那我們就刪除了它 那講完Warp之後呢 我們就要講另一個Effect 那另一個Effect呢 就是做這個 Filter Gallery 那其實呢 在AI 也都可以Apply到很多 是Photoshop的Filter 例如 那些Blur 就已經是一種了 那還有第二種 就是這個Filter Gallery 裡面的Effect 那我就隨便丟一張照片 那我就隨便丟一張照片 那例如是這張水的這張照片 那我就可以 我測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去Effect Gallery裡面 那它就會好像在Photoshop的Effect Gallery裡面 那樣呢 我們可以選到不同的Effect 那有些Dry Blush 那常用的呢 那會是一些 例如是 我自己常用的就是 Film Gland 例如是 看看先 Texture 裡面的Gland 加點點 那每一個點 每一個 東西呢 我們可以在右邊 找到一些Setting 那如果你很清楚自己 要些什麼的話呢 你也可以 在這個Menu裡 選擇你自己想要的 例如是Chrome 這些效果 好 OK 那這些Effect 其實呢 真的沒有什麼必要在AI裡做的 只要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即是你要做一套 圖是 你的圖是要變成 很特別的效果 但是你又不想去Photoshop做的 那你才會在AI做 其實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留這些Effect 在Photoshop做的 因為Photoshop 往往做這些Effect的表現 就會比AI好的 甚至乎 其實呢 連之前的Burl 那些呢 如果是圖的話 我都會建議大家在 AR 不是在Photoshop做的 因為Photoshop的Burl 是會做得在AI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說 下一組Effect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就要講一下 最後的Effect 那就是3D的Effect 我們可以在3D的Effect 3D這裡找到 那關於3D的Effect 我們有三款 那第一款呢 就是Extrude & Baffle 我們就可以透過上面 這個Panel 這裡呢 我們可以 插著不同的線 就向那個方向 來到Rotate 上下 例如是 左右 XYZ 這樣Rotate OK 通常你扭下扭下 就會變成這樣 歪歪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扭正 就是這個圈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扭正 OK 那跟著呢 就有一個 都是重要的 就是Perspective 那現在呢 它就是一條水平線的透視 這條線 和這條線是平衡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Perspective 調大一點 你會看到呢 越來越 三點透視 OK 那甚至乎 你可以做一些很誇張的透視出來 那跟著呢 就是那個Depth 就是那個厚度 我們可以調大一點 調短一點 那跟著就是那個Lighting 那 如果你看不到那個Lighting的話 這裡有個More option 就開出來 那就可以見到 這裡有眼燈 我們就可以把眼燈動來動去 打下去不同的位置 接著我們這裡一眼燈就有不同的Setting 那個燈的明暗度 那個燈的範圍光的光度 那個燈的highlight的地方的光度 OK 那就是highlight的Size 接著呢 就是Band Step Band Step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現在就教一個 複雜一點的Setting 例如現在 其實這裡是一種漸變 這些顏色是一種漸變 那我們就可以 將 Band Step 降低它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一些 一些 應該怎麼說 我現在用一個字來示範 用一個字 接著我們就apply一個Band Step 這樣子的Angle 接著就開一個Review 現在看到這個字 因為有很多條變 所以它旁邊的顏色 就有很多款顏色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Band Step 降低它 例如是10個 那它旁邊的顏色就會減少了 OK 現在這裡旁邊 所有的顏色 就會少了 只有5隻顏色 那如果我們加多點顏色 那你會看到 旁邊這裡 例如這位是漸變的話 你會看到 它現在是漸變 但如果我將顏色降低的話 例如只剩下5隻 那這裡就剩下3隻顏色 甚至乎我們可以將它變成0 那它就會變成 中間這些位置 全部變成色塊 通常我們都會將這個Band Step 降低一些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我們就好少 我自己就好少建議人 在AI 用這個3D 直接 如果你這樣做得3D 就不如正正經經去學 3D軟件 那你來得的效果 就會漂亮很多 那但是我們這個3D 效果有什麼用呢 就是呢 當我們將這個Band Step 降低之後 例如是這樣 OK OK之後 我們用Object Expand Appearance Expand Appearance 也可以同時 Apply在其他Effect 那就會將Effect 爆開 這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用AI的調色方法 來調整 我們旁邊這些光暗位 OK 我們也可以打穿它 那就可以做到一些 做到一些 我們最主要是用來拿一些Path出來 那跟著我們就再講 第二款的3D 那第二款3D呢 就是Revolve Revolve 就是用來做一些花瓶形狀的東西 例如我現在有一個 一條這樣的一個線 然後我們選擇了它之後 我們去Effect 3D Revolve Review 你就會看到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花瓶形狀的東西 將這條線 就彈彈彈彈 轉了一個圈 一樣 有Perspective 這些東西 有Cap 不Cap 這些一樣 然後有Offset 就是再大多幾多 那我們就變回0 OK 那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多了一個Angle 那 現在42度 那它就只是轉42度 那我們可以調較多些 例如是轉一半 180度 那就轉一半 OK 那 跟著呢 就要再講 就是最後一個3D的Effect Effect 3D 就是Rotate Rotate這個Effect 就真的雞辣到不能再雞辣 Rotate這個Effect 就等於 這個Effect 剛才裡面講過的 就是這個Destroy and Transform 裡面的3Destroy 和3Destroy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功能是完全重複 Rotate 我們可以 開放一個Preview 大家就知道了 它會完全不加厚度 只是對於這個平面 做一些 變形 加一個Perspective 這樣而已 但是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apply 在一些簡單的 圖形裡面的話 是完全不需要用到的 如果要再複雜一點 因為其實 3D Rotate 和Destroy 唯一的分別就是 用3D Rotate 它處理整個畫面的時候 它會當作是一張照片 處理 沒有Destroy 那麼容易 有一些 線一崩 或者有些Bug 出現 但是其實 如果要做到這麼複雜 就不如我扔到Photoshop 扭就好過了 OK 那麼 3D的Effect 就是這樣 其實今天要講的Effect 就講完了 然後還有一些 關於Effect的小提示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我們做Effect的時候 我們很經常會重複一個Effect 例如我現在 Apply Glacium Bird 到這個Object 然後我再畫 多畫幾個 我想同樣 Apply這個Effect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 如果你剛剛做完這個Effect 我們就可以按我們的Hotkey Cmd Shift E 或者PC 就是Ctrl Shift E 就會重複了上一個Effect 亦都等於Keyboard上面的Effect Apply這個 你上一次做完什麼 它就會Apply什麼 我們也可以叫上一次做的Effect 就是按Cmd Option Shift E 就會叫上一次做的特效的設定出來 OK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幫到我們手快一點 這樣做Effect 就是呢 我們可以用神仙棒 Sorry Eye Drop Eye Drop Eye Drop 也可以索到 好 我們按Eye Drop 接著我們在 按Enter 就會打開到 Eye Drop的Option 在Eye Drop的Option裡面 是連Appearance的Effect 也都可以Copy 所以 這個 例如我要Copy 這個 可以Copy 它 就會把Effect Apply OK 接著 剛才也講過 再提一次大家 就是我們可以怎樣改變 我們可以怎樣爆開 Effect 因為有時候 Effect 你想轉一個低階D版本的AI去Output 那麼 低階D就未必有這些Effect 那麼 我們就會把它 在這裏 Object Expand Appearance 如果那些Effect 是不支持的話 就會把它變成一張相片 OK 那就無論去到哪裏 都不會有問題 好 今天的教學 就是到這裏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教學 就麻煩訂閱我的YouTube 如果你是 聽了Podcast 或者你是在YouTube 也都歡迎大家去我Facebook 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意見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拜拜